字幕组 在这边开始之前 我想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大家发现最近很多人特别喜欢所谓的vintage 这个vintage并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很多所谓 我玩vintage 玩鼓着这么一个概念 很多人现在喜欢的是一种做就 故意去做就的一种质感 如果你发现了的话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在这个年代 突然间这么疯狂的喜欢复古的东西 复刻就也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而乔丹复刻的话 基本上已经成为Nike 或者Nike这个品牌下面 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利润的来源 这个不是近几年的事情了 这个是过去几十年的事情了 但是这个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 所谓的做就还不太一样 现在更多的是我们看到 像什么脚皮芝加哥那种鞋子 真的是把它就是往旧了座 当然这一阵所谓的复古风 不只是挂在了球鞋 衣服或者是你生活的一些物件上 最近大家一定有关注很多演唱会 对吧 比较火的一些演唱会 像500的演唱会 甚至我最喜欢的陶折都开始翻红 而接下来我聊这个品牌 在当下的复古风吹的正盛型的时候 已经从它的棺材板里不太好听了 总之已经消失十几年之后 它又重新的回归到了大众的视野 这个品牌叫做Avia 或者叫Avia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它具体应该叫什么 Avia Avia 一直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应该对这个品牌不是很陌生的 因为从五月份 我回国参加Singalcon 接触了Avia这个品牌之后 就陆续的开始发他们的内容 期间有很多朋友一直问我 说谭哥你收了他们多少钱 你这么疯狂的卖力的给他们做广告 你到底收了多少钱 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公布一个数字 就是负1000多把 我还给他们倒贴钱呢 因为我是真的花钱买他们的鞋 我并没有就是什么都是他们的C0 那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真的是非常认可他们的东西 我也愿意替他们做一些内容的产出 这个品牌成立于1979年 其实是一个相当相当新的品牌 就我们拿这些现在市面上的大牌 国际大牌来对比的话 Avia的确是非常年轻 但是爆火的非常之快 通常我们知道 就是一般的爆火居快的品牌 它可能下水也很快 Avia就明显属于这种例子 那79年出现了之后 其实在80年代 一直到85年86年之前 这段时间的时候 其实Avia已经爆火了 从最开始做跑鞋起家 最后做到篮球鞋 在整个NBA 包括当年如果大家翻一翻 当年一些Vlogger的广告的话 可以感受得到 其实在那个年代生活的人 对于Avia的品牌 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这个热度是蛮高的 而到了87年 其实Avia那个时候 还是非常鼎盛的 在这个时候 当时的运动鞋龙头老大 大家猜猜是什么品牌 没错 就是瑞布 瑞布当年就收购了Avia 而收购Avia的目的 其实并不是为了 补强整个篮球产品线 因为瑞布的篮球产品线 是非常强的 在80年代 它收购Avia 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补强 它其他方面比较弱的环节 就比如说 全能训练鞋 日常训练鞋 等等这些鞋款 在今天 你可能会觉得 这是个笑话 就这种鞋 现在基本上 已经不太存在了 但是在当年 不夸张的时候 这种所谓的全能训练鞋 其实很流行的 就非常非常流行 所以从87年之后 Avia在篮球鞋上 明显就发力 变得越来越小了 然后到90年代 瑞布最后放弃了Avia 把它卖掉了之后 Avia就开始颠沛流离 这就像是我小时候 看到很多那种 歌手啊 歌星啊 甚至很多演员 一夜暴火之后 然后加入了某一个 特别牛逼的公司 然后被雪藏 被雪藏之后就 最后就完蛋了 就很像这样的故事 具体是哪一个明星 大家可以把你想到的 这个名字打在弹幕上 到时候我看一看 我现在具体想不想 一个具体的人 本来已经死掉的品牌 为什么能够有机会回来 那这边要感谢的这个人呢 叫做Virgil Ablo Virgil为LV做了一款 名为408LV Trainer的鞋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这个鞋出现之后 大家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它特别特别的 像一双Avia的篮球鞋 叫做880 那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Virgil要选择Avia 880 来作为LV Trainer408的原型 我个人觉得 最直接就是 他自己就是80年代的人 青少年的成长时期 差不多就是Avia的 就是80年代初期那个时期 然后再到后面乔丹 所以就是 这些其实肯定都是 对一个人成长的经历 就是上面 它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新的消费者来说 他没有经历过 那这种陌生感和距离感 其实还是 时尚行业 趋势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 大家就是 一直在找新鲜感 但那新鲜感不一定是 只往未来看 他可能很多时候也会往回看 当然还是有很多不了解 这个鞋历史的朋友 会说这个鞋看起来就是LV Trainer的平体 你要这么想的话 我觉得也没毛病 因为不管如何 这个都是在为Avia制造一个 复兴的这么一个机会 用Kim老师的话说 这就是天上掉的馅饼 如果这个时候Avia还不接这个饼的话 那以后应该是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就目前为止全球其实是有三个不同版本的Avia在生产 一个是Avia Legacy 这个是美国那边的品牌在做 再一个就是Avia Archive 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这个是我们国内在做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欧洲叫做Avia's Back 为什么会这么分散 就是因为它当年就是颠沛流离 所以说它的版权其实落在好几个公司手上 大家都有权利去做Avia的鞋型 它们都有商标和版权 那要怎么理清这个关系 首先Avia Legacy 它们做的是比较大众化的架构会比较低一点 配色群的比较多 还会有一些联名 但是首先鞋型比较拉垮 第二就是它的材料什么的做的 也的确是很一般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买一个样子 那么我觉得Avia Legacy是OK的 如果你想要买一些真的很认真的复刻 复古产品 做的是比较高水准的 那么我会建议或者买Avia Archive 或者买Avia's Bag 你可以间接的理解为Avia's Bag 就是国外的Avia Archive 因为它们用的产品和模具 包括一些开发的材料什么的 都是从Avia Archive那边过去的 只不过在这个技术上 它们还要做一些微调 本来大家面前的就是Avia Archive 做出的第一款产品 Avia 880的元年配色 大家可以给这个外观打个分 基本上我们再聊 80年代到90年代这个篮球鞋 外形 这个外观上 我自己比较在意的点 如果大家经常看视频 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鞋型上的改变 我特别讨厌比较香蕉的鞋型 因为那个年代的球鞋 基本上它的头都是很扁的 然后整个的趋势都是向下去的 而我觉得那种美感是比较独特的 是我们当代的 不管是篮球鞋还是跑鞋 所不再有的一种设计 这个鞋头我自己是真的蛮喜欢的 因为它用了三块很厚的皮 整个这边的弧形过度 是非常舒适的 再来就是整个鞋帮处 其实可以看到 这边收的是非常窄的 大家从后面可以看到 在这边其实是收的非常窄的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可以看到它开口其实也是比较小的 这些全部都是保证了 这双鞋的鞋型看起来会比较干练 其实任何一环 稍稍做了一点点的透工减料 整个鞋型看起来就会拉垮无比 甚至鞋帮高度都是1比1还原原年的 唯一的小区别可能就是后跟的角度 它是收了一点点 往里收了一点点 真正原年的版本 可能后跟还要再平一些 鞋面材质方面其实是非常精亮的 皮还有脊皮相间的这三块皮摸起来的质感是非常顺滑的 鞋帮处用的是这种比较长粗糙一点点的脊皮 这个质感和前面的这一小块黑色鞋带孔处 是一模一样的相呼应的 打开魔术爹可以看到鞋帧上面写的for the inside game 这个是给内线专门做的球鞋 接下来这个鞋垫我觉得做的是非常之精良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承托 然后整个鞋垫的材质 其实是用了一种非常厚的开放式泡棉 接下来整个中底其实原年并没有什么科技 但这一次的话其实是做了一个所谓ProTro的设定 就是它把整个中底的材质换成了一整块的PU相前在里面 但是你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外面它是一整个capsule包裹起来 这个是看不到的部分 我们希望是提升它的舒适度 然后用现在新的基础做 这双鞋子脚感跟它的外观极其不相符 你看到这双鞋子你会觉得 应该是非常硬的一双鞋 刚穿上脚子之后就会觉得 这鞋怎么这么舒服 后跟外底的形状 它整个candy liver还是存在的科技 实际上就是一个拱形的外底 然后你在落地的时候 它可以给你一些形变作为缓震和支撑 这个也算是结构减震的一种 其实880我还收到了另外一个配色 就是这个白绿的配色 这个配色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其实是它后面那些黄色的点缀 以及它中底做的有一点点像浅棕色的设计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那种发黄的中底 而接下来ABRCAP推出的第二款鞋 就是我整个夏天都上脚非常多次的 这个霸污 我最喜欢的配色 除了白红以外的 就是这个白绿的配色 也是被我穿了挺多次的 而这双鞋的中底其实并没有880那么舒适 原因后来我跟Kim老师聊了一下才知道 原来他是一个超级超级龟毛的人 它的中底和880不一样 880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背形的结构 然后850是更早期一点 它就是半开放的 有一个老的EA的那种切片裁片的做法 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说 我去全部做成发泡材料 全部做成现在新的 而不是舒服很多 可是质感就会不一样 这个也是平衡的选择 我们还是希望保留这个部分 没错 单纯只是不想让中间这一块泡棉的质感 变得跟元年不一样 所以它就把整个中底的材质 依旧还是按照元年的做了出来 而855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写的是for the fast game 所以很明显这个就是给后卫穿着的 为了更快的速度 然后一个低棒的设计 通过这两双 大家可以大概理解一下 整个8戏它内部的这个数字的规则 其实后期还是会乱掉 但是最开始的规则很简单 就是以5为结束的 比如说855 825 以5为结尾的这个数字标号 都是低棒球鞋 而以0为结尾的 那就是高棒鞋 比如说860 860和855 就是一个高棒的低棒的关系 还有就是880 那这边可能很多人问了 那875为什么是高棒鞋 因为875就是后期 而瑞布收购之后 在做的全新的这个鞋款 所以其实它跟前面的这些鞋的 连带关系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875这个其实是 会让人比较混乱 但如果你要是按时间段分的话 在瑞布收购之前 整个8戏分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以5为结尾的就是低棒 以0为结尾的是高棒 所以说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资料 很简单的把8戏分条 比如说数字越小就是越外线的 数字越大就是越内线的 这个表处其实是不准确的 不准确 不准确 明白 它数字越小应该就是越早期 当然在跟Kim老师讨论过了之后 我才知道其实他们的鞋垫 全都是全新开发的 这给都是跟元年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两款鞋 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都尽量的做了一些改变 以便来提升更好的脚感 然后人家传起来稍要更舒适一些 接下来回到最开始 我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大家突然间一无脑的 开始喜欢所谓的复古 我个人的想法是 现在大家所追求的酒 并不是真正的酒 或者说并不是我印象中 真正古着爱好者所追求的那种酒 真正的古着爱好者 他所追求的酒 他所迷恋的那种酒 其实第一是那个时代的味道 包括可能看到这双鞋 就会想到自己的童年 自己的经历 还有很多人收集vintage的目的 是为了能够与众不同 对吧 这个东西是one of one的 只有一个 只有两个 而我们现在大众所追求的 这个所谓的旧 更多的的确是受市场导向所影响 再简单一点 就是受了像VIRGIL 这样的设计师的影响 就包括我个人觉得 VIRGIL的10这个系列 出现了之后 其实是改变了 整个运动鞋市场的格局 因为在这之前 大家想到是什么流行吗 是NMD 是Alias的Ultra Boost 是EZ350 而VIRGIL出现了之后 大家开始疯狂的做旧 把鞋舌开放 把中底做黄 把鞋面做破坏 这些东西以前都存在过 只不过在VIRGIL出现之后 把它彻底的发扬光大了 而其他的设计师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像 巴黎世家的设计 像勾煞的设计 其实更多的都是 带着自己童年的回忆 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把整个市场潜移默化的影响了 让当下的年轻人觉得 这个才是现在最流行的东西 这个是每一个时代的设计师 都在做的事情 只不过刚好现在这个年代 我们轮到了复古 但是话说回来 作为一个单纯的球鞋爱好者 我个人还是非常感激 VIRGIL能够做回来这一切的 在Nike The 10这个系列出现前 复刻球鞋 其实也一直都占着 球鞋品牌的半壁江山 但是如果没有VIRGIL 我们大概率 现在还在穿着超强塑料杆 血型超级拉垮的乔一复刻 而VIRGIL做的 在我看来更像是心理学的那些 所谓的笑的动作 它能够引导你 发自内心的开心 这些做旧的产品 它带头做的这些做旧的产品 我们真的就慢慢地看到了 不同品牌 不同复刻 原汁原味的复刻回归 就好像是乔2复刻一样 我经常说乔2复刻做的是 Nike这两年做的最棒的复刻 我能够有生之年看到 乔2的鞋型回归圆润 这一切 其实都应该归功于VIRGIL 当然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东西的回归 当然也是因为VIRGIL 那顺着我刚刚讲的这些 AVIX真的是成功了吗 真的是成功回归了吗 我个人觉得并不见得 步兴趋势基本上最快的 可能半年一遍 一年一遍 非常非常快 所以AVIX在当下 在复古的鞋款 做得还不错的情况下 如何能够做突破 在未来能够稳得住脚 这个才是我觉得成功的关键 它应该是跟着时代一起八甲 而不是它永远就做老的东西 而AVIX能够回归到我们的大众视野 除了VIRGIL以外 最要感谢的人 从我的脚踏说 就是Kim老师 也就是COLAB这个团队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其实真正缺的 就是这么专注 做事情的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们还愿意去做一些鞋展 就包括这段时间 在上海 Andy Fili店铺那边 做的鞋展 其实在我们快销时代 在整个市场下沉的时代 没有什么品牌和人 会愿意做这些费力不讨好 所谓费力不讨好的鞋展 但是他愿意做 而且他非常用心地做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如果你在上海 在周边 有机会的话 去这个展去看一下 去感受一下 鞋子喜欢或不喜欢 包括看完这个视频 你喜欢或不喜欢 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感受一下 这个氛围 其实对于你的生活上的方方妹妹 应该都是有一些帮助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 实在是太浮躁了 太快了 快到很多时候 我们根本无法去静下来 去欣赏一双鞋上面 它很多细节的美 从Kim老师这个角度来讲 这双鞋到底能给它带来什么 其实我觉得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成就感 内心的满足感 当然他说过他之前在AVR上班 他有很多的这种感情的因素 这个一定是一部分原因 但是我觉得当他们连设计图纸都没有的状态下 连整个公司很多的一手资料都没有的情况下 看图说话 通过几百张图片 最后把这双鞋拼凑出来这个过程 成功的那一天 出现的那一天 我觉得那种成就感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逼你的了的 而正是因为我挖掘了这双鞋背后的故事 看到了这双鞋上面所有的细节 而感受到了那种用心 我才觉得我想要做这个视频 因为这个跟我的很多想法是极为契合的 而跟当下的很多想法是背道而驰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视频来感受到 我所展现的诚意 以及这双鞋上面所展现的诚意 通过这双鞋能够跟大家分享什么道理 其实也不至于 只是我想要分享我自己内心的震撼 就是在现在这个年代 还有人真的愿意去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踏地去做一个好的产品出现 而不是要去赚块钱 所谓的赚钱不含成这一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看最后 如果大家看最后 千万不要忘了靠个一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好久没有把后面这个屏幕打开 放了一场这是八几年的 这个公牛对活塞的比赛 但我不是说跟这个鞋有多大的关系 只是我觉得也许我也该沉淀下来 好好的用心做一期视频了 再次感谢各位 我是TAN 咱们下期见 拜拜 当时最初的时候咱也没有写 所以就有之前有过一些访问 我看到大家都说我们看图说话 看图作业 最初确实是就是资料太少的时候 我们能从网上搜到可能880有个几百张 就是不同角度的有一些人的收藏 然后可能是穿旧的鞋 那个鞋穿着过以后就是形体变掉了 对然后或者有一些地方是磨损的 那你要去辨别 就是你还得几张图片去比较 就是你还得几张图片去比较 或者我们我当时也说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的同事可能陷在里面纠结住了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可能这个鞋也不同的工厂做过不同的版本 它也有这个可能 所以你看到的两张图片为啥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超级好奇的一个事情 因为80年代的鞋的品控是不管是大米卖巧片品控都是比较差的 就是说我不同工厂是同一个工厂